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来到又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旺季 在小龙虾的主产地湖北仙桃 邹绍平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养虾达人 他养的小龙虾颜色鲜艳 在当地是广受欢迎 邹绍平养小龙虾到底有什么妙招呢 邹绍平养小龙虾有四年多了 它的水塘里每天都孕育着生机 每年的五月份 小龙虾开始进入繁殖季节 小龙虾的交配一般都在晚上 它们的交配方式很特别 公虾用大鳄族钳住母虾的鳄族 用腹族抱住母虾 通过腹部的交接器 把精子注入到母虾体内完成交配 在水里自然交配后的小龙虾 开始挖洞 一般一个洞里是一公一母 或者是一公两母 为了保护母虾 公虾主动承担绝土挖洞的工作 进洞后的母虾10到30天产卵 变成抱卵虾 抱卵虾把兽精卵抱在自己的腹部 通过腹族的不停摆动 给兽精卵提供营养 等到卵力孵化成熟 一般情况下 交配后的雌虾 10到30天可以抱卵 一只雌性抱卵虾 平均可以达到200多到400多粒卵 不过邹少平发现 雌虾一旦进了洞 即便卵力成熟了 雌虾也不会立即孵化虾苗 它要等待自然界 给它一个繁育的信号 这个信号往往是水温和合适的水位 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 甚至是两三个月 自然条件来得晚 虾苗就出生得晚 长成成虾上市业晚 直接影响到养殖收入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抱卵虾早点孵化虾苗呢 邹少平请来了水产专家周中雄 周中雄给出了一个办法 夏季适当地提升池塘水位 水淹龙虾洞降温 水温和氧气 是小龙虾孵化的重要条件 给池塘里注水 当水位淹过小龙虾的洞穴 给了雌虾一个可以繁育的信号 让它产生条件反射 自觉在洞里孵化 每年到了七八月份 邹少平就把池塘的水位提上来 给小龙虾一个人为的信号 让小龙虾开始提前孵化虾苗 刚刚孵化出的小龙虾 晶莹剔透 非常的可爱 可是这些小虾苗 刚出动没多久 它们就遭遇了危险 邹少平发现 池塘里短时间内长满了青苔 这些疯长的青苔 就像是天罗地网一样 把小虾苗困在里面 给小虾的活动带来麻烦 小虾苗开始出现了批量的死亡 周少平的水塘以前也有少量的青苔 小龙虾跟这些青苔相安无事 为什么突然增多的青苔 会威胁到小龙虾呢 青苔其实属于水藻中的一种 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有害的 它有一些是攒在水面的 还有一些在水底的 特别是这水底的青苔是很要命的 青苔是常见的一种藻类 少量的青苔对虾没有多大影响 还会成为小龙虾的美食 可是青苔一旦大量生长 就会对小虾苗产生威胁了 它会把那个虾苗 特别小的虾子把它缠住 这样的话虾子就跑不了 容易死 邹少平的八十亩水塘里 密密麻麻的全是青苔 青苔就像天罗地网一样 把虾苗围了个严严实实 小虾苗困在里面 采食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如果不及时解决任由青苔风炸 整个池塘的小龙虾都会面临危险 邹少平跟儿子赶紧打捞起青苔来 打捞水面的青苔不难 可是水中的青苔里生长着大量的虾苗 就不能轻易打捞了 虾苗只有米粒大小 它们附着在青苔上 如果把青苔人工强力去除 附着在青苔上面的小虾苗很难分离开来 整个虾苗也将损失惨重 邹少平决定换水 先把脏水抽出去 再把新水放进来 但是水中有虾有虾苗 水也不能抽空 一旦放水费时费力不说 虾苗也都将复制冬流 这水不能放 水中的青苔又不方便处理 眼看着青苔越长越快 虾苗也越来越危险 这可怎么办呢 邹少平跟水产专家周中雄商量解决办法 专家周中雄建议 要想抑制青苔的生长 必须先制水 专家制水的建议 让邹少平大惑不解 自己家水塘的水透明度明明很好 按理说是好水 为什么还要制水呢 我们拿去换一下 知道吗 我们拿去换一下 我们检测了它里面的一些 亚硝酸盐 还有氨氮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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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氨 这些 我们都经营检测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果 肯定是跟水里面有很大关系 周中雄通过检测发现 水中的氨氮等成分都偏离了正常值 池塘里氢苔风涨的原因 就是因为水太干净透亮了 它就是氢苔要攒起来必须要静光 透明度太好之后水太瘦 里面的浮游生物浮游藻浮游生物太少 它就容易 氢苔就容易攒起来 养殖池中的水太干净 透明度太高 就给池塘中的氢苔生长提供了条件 要想抑制氢苔生长 就要降低水的透明度 红绿色说明它比较瘦 也不能是纯黄色 最好是黄绿色的 绿中带黄 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水色 在周中雄的指导下 邹少平往池塘里 泼洒了一种黑色液体 这种黑色的液体 是周中雄为邹少平推荐的军肥 这种军肥中含有多种有益菌 遇见水体还会孕育出浮游微生物 这些有益菌和浮游生物 生长在水中 水慢慢地就不那么透亮了 变成了黄绿色 也就是常说的肥水 水变成黄绿色以后 光透不进去 青苔蜂长的石头 很快就被抑制住了 同时军肥里含有的氨基酸 蛋白类的一些食物 这样的话小龙虾就会长得更快 特别是在晴期的时候 虾苗的时候 它特别需要一些高蛋白的东西 来促进这个龙虾的一个生长 重获新生的虾苗 刚被解救出来 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 这么弱的身体可不行 不但长得慢 增加养殖周期 还会影响长个 影响经济效益 除了水中的水草和浮游生物 邹少平专门给这些虾苗 准备了特殊的营养品 邹少平选用上好的黄豆 亲自挑选清洗加工 只为给小龙虾原汁原味的豆浆 大豆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蛋白质 虾苗孵化三四天的时候 邹少平就开始给虾苗喂豆浆了 吃豆浆的小龙虾 从小就能够增强抵抗力 长得健康又结实 小龙虾长得十五天左右 邹少平就要给小龙虾 投胃黄豆了 玉米 麦麸和黄豆 有了这些上好的食物 小龙虾不仅补充了体内维生素 还增强了免疫力 小龙虾的长势很不错 邹少平信心满满 天天寻堂 期待着小龙虾早点长大 可是就在夜里寻堂的时候 邹少平又发现问题了 夜里九点 邹少平带着记者寻堂 刚走不久就发现了小龙虾的天敌 蛇 蛇没有得逞 邹少平在水塘边发现了被咬伤的小龙虾 这个草草有毛虾 实际上藏在这里面 可以长得语 没有 不吃饭 这个草草草有毛虾长长在里面 那选去小龙虾 我们晚上有时候来的话 都看见到它的席 都把它切成 都切成个壳子了 就是没办法 你只要把它炒过 赶紧看来 周绍平所在的湖北仙桃市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物产丰富 气候宜人 所以小龙虾的天敌并不少 空中的飞鸟 池塘中的龟鳖 田中的青蛙和水蛇 都会危及到小龙虾的生命 甚至连看管虾持的小狗 有时候也会偷吃小龙虾 天敌这么多 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小龙虾 帮助它们躲避天敌呢 一般养殖小龙虾 养殖户都会在水塘周围 拉起隔离网 下面埋进土中 这样既防止蛇等小动物 溜进去偷食 也防止小龙虾 夜里偷偷地爬出来 除了隔离网 周绍平帮助小龙虾 对付天敌 还有一个绝招 在水中种伊勒藻 伊勒藻是养殖小龙虾 最理想的草品种之一 它适应性强 只要水不结冰 都可以栽培 气温在五摄氏度以上 就可以生长 并且生长速度还很快 小龙虾躲藏在水草中 很隐蔽 就是待在水面褪壳 水鸟等天敌来了 也不容易发现 俗话说 虾大小看水草 在稻田栽植水草群 可以提高小龙虾的 成活率 规格和品质 利用水草吸收部分 残耳粪便 还能够分解输出养分 净化水质 保持水体较高的溶氧量 小龙虾生活在水草中 有效地躲避了 水鸟等天敌的突袭 水草长起来以后 茂密的水草不仅为小龙虾遮光 防御天敌 还能够成为小龙虾的饲料 为它们提供稀细的空间 小龙虾在水草中上下攀爬稀细 光线强烈时 小龙虾躲藏在水草里既安全又凉快 伊勒枣适应性强 容易成活 长势快 养活这种水草很容易 每年10月到12月份 周绍平就要在水塘中种水草 可是没多久 周绍平发现 水草给它带来了大麻烦 周绍平发现 茂密的水草铺满了水塘 味料下网都困难 就连小龙虾躲藏在水草中的活动空间 也越来越小 寻堂的时候经常发现死虾 以前水草太少的时候 小龙虾无处藏身 白鹿等水鸟容易找到它们 现在水草多了 味料补虾不方便不说 就连小龙虾正常的活动 也受到了威胁 这可怎么办呢 通过实践 周绍平摸索出了一套 科学的种草经验 草一草直接在8米 不安定的话 你这个草全部是满你的 行距8米 猪距5米 行距猪距都有严格的要求 每到种草的季节 周绍平就像是插花一样 把草种得规规矩矩 整整齐齐 周绍平说 水和草只有严格遵循正确的比例 才能够水草共生 水净草肥 消灭了青苔 种好了水草 周绍平寻堂的时候 还是发现有小龙虾 缺胳膊断腿的 甚至还有死虾出现 这样的小龙虾品相差 在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专家周中雄说 小龙虾在水塘中 还有一个劲敌 那就是小龙虾自己 虾子之间相互打斗 也会死虾 然后虾子长不大 就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小龙虾生性好斗 生命力顽强 当小龙虾密度过大 隐蔽物不足 雌雄比例失调 耳料营养不全面时 它们就会出现应激反应 发生虾群打架的现象 密度一定要合理 如果密度不合理 最容易导致的就是死虾 原来小龙虾爱打架 是因为养殖密度过高 知道了原因 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周中雄告诉邹少平 小龙虾放多了 不但成虾长不大 还经常会打架蒸地盘 造成虾死虾残的情况 但是虾苗投放少了 也会影响产量和收益 这又该怎么办呢 在水产专家周中雄的指导下 邹少平往水里投放虾苗的时候 总要撑一撑 按照小龙虾的体重和个头 来调整小龙虾的投放密度 小龙虾有了足够的运动空间 它们打架的现象就减少了 经过一系列的举措 周少平养出的小龙虾 长势喜人 专门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这个大虾的一两吧 有九千左右吧 九千左右 九千左右 这都是今天的虾呢 今天晃的 今天晃的晃的虾长 你看我看这肚皮白白的 这水素养的好嘛 周少平养的小龙虾 个头大 肚皮白 品相好 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青根 白鸡 龙虾的虾子是 它的虾子上出来 它是比较弹性的 一般的销量在平时 都是七百斤左右 这种方秀约 节奖约 小编提示您 小龙虾规模养殖 要根据当地的环境和规模 调整好水位高度和养殖密度 一般 规格在每斤 一百尾的虾苗 投放密度是 每亩五十到六十斤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上山下水 打鱼捉虾 看高品质黑猪如何打造 吃辣椒 咬脆稻 坑堂养鱼 怎么就成了偏僻山村的支柱产业 上千元一只的鸡变漂亮 为啥需要土帮忙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